一架支炉干运输机试图将另一架超级美洲豹调起来运走 但周围有成百个手持阿卡47的武装分子向他们射击 而负责掩护的地面部队也即将弹尽粮绝 这是2012年发生在阿富汗北部的一个真实事件 本片也是根据这一事件而改编的 故事一开始 由美军和西班牙地面部队组成的汉马车队 在阿富汗境内的穆尔加布河某地缓慢行驶 突然 伴随着一声爆炸 一辆汽车的后视镜被弹片击碎 队员们迅速下来查看情况 发现后面的一辆汉马被暗雷炸毁 其中两个美军士兵也被炸伤 车队指挥官决定 给一个叫康特的中尉留下一个排合一个狙击小组 外加一个翻译 让他们原地等待医疗队的救援 其他人则继续前进 但就在前来救援的直升机赶到现场 降落到地面的时候 却发生了意外 因地面太软 发生塌陷 直升机就这样侧翻在地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原定的救援计划 此事也变成了被救行动 将军得知这个消息后 决定派运输机将他们接回来 然后把那架测饭的直升机直接炸毁 一旁的上校却嘴长 他认为直升机只是测饭 没有太大的损坏 把他拉回来修一下 还可以继续用 但需要将直升机减重1500公斤 运输机才能吊了起来 最终 他们在和医护人员确定伤员暂无大碍之后 决定让飞行员放掉燃油 拆除悬翼 等待救援 然而对于没有任何工具的机组人员来说 徒手拆掉一架美洲豹的悬翼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在他们拆卸的时候 负责警戒的狙击小组 发现远处有个可疑人员 一直盯着他们这里看 顿时 队员们紧张起来 原因是这个地方 是塔利班的控制范围 在派出翻译上前沟通后 这个看似像慕名的小伙 做出了一个国际手势 然后离开了 但就在他刚刚离开的时候 指挥中心从无人机里看到的一幕 瞬间让他们懊悔莫及 两只羊被装进了男子里 显然 这个人是个冒充慕名的武装分子 而他刚刚就是为了踩点 果然 到了晚上 小队正在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到摩托车的声音 随后 一个武装分子进入了狙击手的视野 另一边的指挥中心 通过无人机看到 离小队不远处 也有庶民武装分子正在集结 由于小队没有夜市仪 他们根本不知道武装分子从哪边开始袭击 我一桩有夜市瞄准镜的狙击手 除了看得不远处有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之外 也没有发现更多的武装分子 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狡猾的武装分子正躲在羊群里面 慢慢的接近他们 就在康特中卫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辆摩托车突然飞了出来 接着 两名队员随即被击中 武装分子利用摩托车的灯光 看清楚了小队的位置 此后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中卫见状 让狙击手击灭灯光 但狙击手被躲在高处的武装分子 火力压制 不过最终 在机枪手的掩护下 摩托车的灯光被击灭 在失去灯光的照明后 没有夜市装备的武装分子 也只能撤离 现场立刻安静了下来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 指挥中心通过无人机看到 有更多的武装人员在集结 中卫决定 让伤员和医护人员转移到车里 随时准备撤离 而其他人原地待命 时刻准备战斗 然而就在天刚刚亮的时候 中卫从望远镜里看到的一幕 几乎让他快要绝望 只见周围上百个武装分子 向他们走来 显然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这一刻 队员们都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所有人都背起了死亡信条 随后 战斗打响 在持续十分钟的枪战后 小队的弹药也所剩无几 但就在这时 两架虎式武装直升机赶到了现场 子弹倾泻而下 在强大的火力下 武装人员被打得四处逃窜 一时间退了回去 不过在经过两轮攻击之后 武装直升机也没有了子弹 他们虐过武装分子的头顶 随后返回了基地 此时 前来救援的两架运输机也赶到了 其中一架按原定计划 准备放下吊绳 将地面侧翻的直升机吊起 但由于没有参照物 加上下降时 灰尘太大 飞行员根本看不到地面直升机的位置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另一边的指挥中心 发现刚刚被击退的武装人员 又在重新集结 他们准备再次发动袭击 最终 在另一架运输机的指引下 飞行员再次飞到了 坠毁直升机的上方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枚火箭弹差点击中了他 随后 武装人员又一次展开了攻击 就在双方交战的时候 一名队员终于抓住了 来回摆动的吊钩 将他挂到了地面直升机上 接着 直升机被吊了起来 但由于超重 运输机只能缓缓上升 就在他刚刚到达飞行位置的时候 又有一枚火箭弹飞了过来 随后重心不稳 运输机再次降了下来 中卫健壮 让队员先干掉 拿着火箭筒的武装分子 此时 另一架运输机也安全落地 在小队的掩护下 医护人员和伤员成功登上飞机 看到运输机缓缓升起 中卫命令众人 不要再打了 直接上车 准备撤离 但就在车队刚要离开的时候 一辆皮卡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接着 双方又开始了枪战 眼看小队无法撤离 一架从基地补充完弹药的 虎式直升机赶了过来 随即一枚机炮 直接炸翻了皮卡车 最终在他的掩护下 小队也成功撤离了 这是一部由西班牙拍摄的 现代战争电影 不论是从演员的演绎 还是武器装备方面来讲 都和好莱坞的传统战争大片 有一定的差距 但好在这部电影 是由真实事件而改编的 主角光环 电影中所呈现的 也是常规的轻撞部队 虽说如此 但影片中双方枪战的时候 武装部队竟然连一颗手雷 都没有认过 我是裁缝 关注我 带你听更多精彩电影